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偷偷藏不住番外 第三十四集 海边露营 桑至今不住诱惑 要为所欲为了 段嘉许一边开车 两人一边聊 直直 我们还去露营吗 去 好不容易都准备好了 天气也很好 我哥估计也不需要我 我就不要当电灯泡了 过几天再去看看 那我们先回家收拾东西 好 两人兴致勃勃地回家收拾行李 打包好 一路开车过去 听着音乐 虽然还没到目的地 心情已经非常雀跃 开到海边 找了一个人烟稀少 地理位置高一点 停一点的大岩石上面 两人开始搬行李 搭帐篷 桑至全程嘴角上扬 就没下来过 不管干啥都非常开心 段嘉许时不时看下桑至 看他一脸满足的样子 段嘉许被感染到 每眼都在笑 嘴角不自觉翘起 原来 跟心爱的人在一起 干什么都是愉快的 段嘉许其实很少出来游玩 高中学业太紧张 大学忙着兼职和学业 参加工作 忙着赚钱还债 马不停蹄 根本无暇享受生活 跟桑至重逢时 生活和工作 刚刚能喘口气 之后开始走上坡路 桑至真的是他的福星 以前觉得活着 就是为了还债 有了桑至后 却总想拥有更多 想和他一起享受生活 柴米油盐 看日出日落 看星光点点 拥抱生命 锅烟火气的人生 帐篷是比较容易安装的那种 两人合力一起拉开支架 撑起来 固定几个角落 就完成了 充气床垫有充气棒 打开后自动充满 两人几乎同时扑上去 试一试 好舒服 双眼对视下 有点不好意思 迅速又爬起来 从行李箱拿出压缩的枕头 睡袋 估计夜里山里会冷 段佳许还准备了羽绒被 打开支架 铺开弹卷桩 段佳许从行李箱 拿出切好的水果 两人的水杯 挂上照明灯 打开两个折叠椅 桑志坐上去休息 段佳许在帐篷周围 喷了防蚊喷雾 再拉上天幕 以防晚上突然变天下雨 又在周围布置了警示线 一旦有动物或人靠近 就会报警 出门在外 安全是第一个要考虑的 海风托灭而来 夹杂着海水的咸味 空气格外清新 张开手臂 闭眼感受着 顿时觉得心旷神疑 啊 好舒服呀 桑志逼着眼睛 一脸陶醉 忍不住娇称 我们下去走走吧 好 段佳许过来牵着桑志的手 两人脱掉鞋袜 在海边踢着水 嬉戏着 感受着海水的冰冷 不知道是谁掀起了头 把谁扶到了对方身上 另一个不服输 也追赶着踢水上身 两人在海边嬉闹着 追赶着 最后还是桑志求劳 躲在了段佳许怀里 搂着他的腰身 海风吹动着他齐腰的卷发 格外风情动人 段佳许忍不住凑过去 想要亲一口 在嘴唇快要贴到时 桑志满脸羞红躲开了 我衣服打湿了 怎么办 我带了换洗衣服呀 段佳许跟随他的脚步 去翻行李箱 拿出一件红色的吊带裙 递给桑志性感 啊 你怎么准备了这个 还有别的衣服吗 桑志小脸一红 感受到段佳许不怀好意 我就觉得你穿这个 肯定很好看 拍照非常出片 和海边 露营非常大 不信你试试 段佳许有点心虚 又一本正经的解释 说得自己都快信了 桑志被说服了 进帐篷换衣服 出来后 效果非常惊艳 白的发光的皮肤 穿上大红色 更衬托肤白如雪 娇艳动人 桑志的名媚 更多一丝妩媚和女人味 段佳许直接看呆了 喉尖不停地上下滑动着 吞咽着 落日的余晖照应在海面上 霞光万丈 海姑娘都像换上了新的皮肤 光彩照人 桑志便换着各种姿势 段佳许化身 欲用摄影师 不断抓拍着美图 美人与美景融为一体 美得非常震撼 段佳许拿出准备好的仙女棒烟花 星光点点下 随意地挥洒着 点燃了夜色 桑志却被段佳许吸引得一不开眼睛 金色边框眼睛 随意穿戴的白色衬衣 很普通的打扮 却帅气低人 把仙女棒塞到段佳许手上 你过来 我给你拍 段佳许慵懒地配合着 挥洒着仙女棒 一双桃花眼似有似无地看向这边 修长的手臂和大长腿 随意摆放都这么好看 夜色中 这位贵公子 散发着射魂的气息 桑志连拍了好几张 录了视频 只觉得身体燥热 口干舌燥 走过去 解开段佳许的扣子 露出若隐若现的胸线 这样是下 绝对迷死人 这么等不及 要为所欲为了 段佳许勾认的笑容又来了 桑志脸红 没有说话 继续拍照 真是妖 念 桑志感慨自己 又要经不住诱惑了 段佳许看着桑志的表情 不经意地说道 我现在知道 你为什么喜欢露营了 因为刺激 筐了一下 桑志内心被击中 但又不想太早缴械投降 继续挣扎 我肚子饿了 好 哥哥这就做饭 给我们指指吃 你不想太多了 我肚子饿了 我肚子饿了